我們這個時候先聽一下一些不應該聽的說話 昨天有一條茂里說跟年輕人對話 為什麼年輕人都說笑了 我們這裡受訓員出去見世面都被人盛贊說學到東西 就去吧 李師傅厲害 所以現在那些年輕人絕對有理想和口才都了得 昨天有個年輕人就著特首說搞青年論壇 當然要掃他牆 有一掃他牆現形 我們聽一下怎樣現形和那個年輕人 一開始說一句 接著就有人發瘋了 你如何去修補和年輕人之間用撕裂和不信任 還有你會不會在這裡承諾 接下來三月的補選是不會用任何的行政手段 DQ任何一位的立法會參選人 第一就是你經常說我們選擇這個選擇那個 我們選擇是依法辦事 這個是香港最大的核心價值 如果有人犯了法 如果有一些判案的法律基礎是不穩固 在我們普通法的司法制度裏面是容許去上訴的 我們律政司當然可以上訴 但如果律政司這個上訴的決定是站不住腳的 法庭就會扔他出來 甚至有時法官會罵一大餐 這些個案都拿來 用你剛才的口吻去說 迫一些學生坐牢就更加是 是漠視了香港的司法制度 不是我們讓學生去坐牢 是經過法庭的判決 而這個是一個完全獨立運作的司法機構 所以就算我想和青年怎樣誠懇誠意同行 我都有底線 我都有底線 我的底線就是要依法辦事 我的底線就是公平公正 我的底線就是要可以符合到社會的期望 所以等於我相信大家的父母很愛惜大家 但父母都有底線 父母會不會鼓勵你去吸毒呢 父母會不會鼓勵你去不讀書呢 所以我覺得在社會上 如果是一個有規有矩的公民社會 是有一些共同的底線 阿坑行山又不穿底褲的 但有人見年輕人又好 他們都動了幾分鐘就說 我是有底線的 這叫禮橫折曲 對著那個年輕人要不要玩底線 就是了 德哥你身為父親也很久了 也有20年了 超過20年了 但他控制不了兒子 我兒子控制他 他最後一直以家長的校文來教訓那個年輕人 但最後兩個例子就比較失敗 是 他說家長會不會叫兒子去吸毒 吸毒是有害身體 不是犯法 是有害身體的東西 叫他不讀書是不掌進的東西 跟那些違法達義 叫一個政府改變是不同的嘛 所以呢 他用這兩個例子是壞了的 一開始他一直在辯論 一直在罵那些年輕人 死年輕人的時候 都是挺有道理的嘛 後來舉這兩個例子 他應該回去再找一個新聞統籌專員 跟他量度兩個例子 好一點的例子 整篇講詞就完美了 新聞統籌專員有沒有好的選擇 香港700萬人當中 應該只有一兩個 看來他還未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 看來 由7月1號上場到現在10月17號了 千萬不要到10月19號打電話給我 10月19號我什麼電話都不聽 什麼節目都不會做 什麼聲音都不會說 黑色的 會不會啊 10月17號做個 黑畫面 黑板就是黑板 黑板怎麼會綠色的 我們明明是黑板 他就是怕你 他就是投了錢給你 你把股票給我 我不是說過 你那次不在這 美國有抽綠卡的 非法人士 哎呀 今年我們抽獎 抽十個 大家有綠卡 1019主席 不知道快要出電視 不知道哪個無線訪問 我們抽獎 抽到十個股民 哪個抽獎 原價買賣 說正啊 很多股民受害 有抽獎 大家不斷看著 10月19號 10月19號抽獎 10月19號都在一起抽獎 希望抽中我 抽不進我 都希望抽中我這些 自己有事 但一個都救回一個 只有一個 抽獎要拿牌的 他説犯法的 這些絕對是有底線的 不可以留意抽獎 你有沒有申請的 沒有 要去獎的事務管理局那裡申請的 唉呀 又想錯了 真是大件事 我們休息一會 大家 稍後回來阿亨 作為這三個最年輕的人 這樣的口吻 去回答一個青年人的說話 你又搞得青年論壇 我不知道那個是第幾條問題 一問得 接著就開始用那些字眼 很明顯是起降 你說阿蔡有沒有這麼厲害 那些中文 怎麼起降 單憑兩個字 口吻 他用你剛才的口吻 其實這些已經是挑機的 而且我覺得他們是失去了功能的 在昨天的節目我都說了 究竟現在這些做特首的人選 又或者是官員 即是當你上任的時候 做一個EQ或者IQ的測試 我發覺因為主流 大家都開始很順他們意 你們說吧 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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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始越來越 對一個應對 外面真實世界 的一群市民 他已經是不懂得回答 你看到林鄭已經 可見一班 馬上起降了 兩個字已經起降了 但他之前回答記者 或者傳媒的時候說 我們現有的局長 不可以說跟以前不同 不過我們應該是 接觸市民最多的 接觸市民最多的 而且不是hi-bi 不是hi-bi 那些人是hi-bi 也只是打他 但你下去見人 不代表你受歡迎 因為看到那些 是可以反映到香港真相的人 誰不知真實 為何有個拿道 為何有個廢大陸 為何有個莫萊拉 一遇到真正的對手 起降 起降 那你真是不行 是吧 又說什麼接觸 說兩句 哪有法蘭州 看下才行 你叫其他年輕人 在電視上看到你 說話的時候 另頭另計 又有什麼回應你的口吻 然後我有穿底褲 不是 我有底線 這些擺明 就是不用談 還有你不要打算數一下 客觀的情況 13加3 和一些旺角的朋友 被你們搞到現在又傷痕累累 有些背著幾個個案 有些已經判了進去 你就打算 那些風沒了才行 不是 他還要剛才說 德哥一會回來回應一下 德哥仲敏 他說 用逼這個字眼 逼他們去坐牢 是不恰當的 喂 你怎樣去解釋 你真的沒有逼才 我覺得你們有逼的 為什麼呢 原本沒有這條例 因為你DQ那些 你釋法回來的 對 之類的那些 你還要講這些